-三國舞將 - 這一拍要來玩遊戲 -這一發要來聊大家最有興趣的東西了 - 什麼呢 - 三國五將 三國 其實也沒有最有 但是三國我想應該 聊聊所知的 三國武將趣聞 你對三國武將熟嗎 普通就是那幾個 那幾個就是官妃啊 官妃誰啊 你最開始就知道 官妃章語是不是 官妃 我正人到五十月亮的火 官妃 官妃遭遇劉超朝貝 司馬亮諸葛義 官妃感覺是新的大陸小魔 真的 不是覺得很像嗎 太屌了 厲害 馬上把死氣沈沈的第三怕 掀起一波熱潮 是不是 我來還是我們當家第一女主持 我吃了一個東西馬上就活過來 真的 可以再剩一個我們會活得更好 不行不行 這個實在是太屌了 官妃這個太屌了 真的欸 太厲害了嚇到我了 官妃非常 我自己不太沒有研究什麼三國 對啊 我自己也還好 僅限於遊戲裡面玩到的一些 不過我有看那個之前 我忘記哪一個電視台 他們有拍一系列的 好像是他們好像就叫三國 然後拍的還不錯 就是大陸劇吧 好像是 好像是拍的還不錯 然後裡面 因為裡面他把司馬懿跟諸葛亮的那個 關係拍得很好 因為其實司馬懿跟諸葛亮在歷史上 他們兩個是 就一般來講 他們兩個是死對頭 周宇還是司馬懿 司馬懿 司馬懿跟諸葛亮 然後就他們兩個死對頭 因為兩個都是 一個是曹操軍司馬 一個是劉備軍司馬 然後兩個都是非常聰明的 可是歷史上大家都比較記得諸葛亮 比較不記得司馬懿 可是其實司馬懿跟諸葛亮 亦敵亦友 為什麼 因為諸葛亮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在死了之後都還騙了司馬懿 就是這個是很有名的 騙他什麼 就是諸葛亮已經死了 然後忘記那個詳細怎樣 就是有弄一個他的像 他就做了一個 他就在死之前 他就叫他的士兵做一個他的像 然後就一直騙司馬懿 司馬懿 諸葛亮還在 所以他們就一直遲遲不敢打 之類的 我好像聽過這個故事 反正他已經過世了還是有威嚇 對啊 反正司馬懿跟諸葛亮在歷史上 一直都是一個 異敵異友 就是他們在政治立場上是敵對 可是其實他們就是很難找到 他們就算是知音 因為他們兩個就是難得 在這個戰亂時機 還有跟我一樣聰明的人 其他都一群蟒夫這樣 可是故事因為常常都把另外一篇寫得好像比較壞 對另外一篇故事常常把司馬懿寫得很壞 因為他就是草草內派的 沒有他們把他寫就是很笨 都是被騙 都是被騙 對 但其實司馬懿跟諸葛亮 所以我覺得內部電視劇拍很好 因為他把司馬懿的形象就是提升了很多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接代言了 司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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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非水 司馬懿人 所以 所以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涉獵三國 其實三國是後來長大之後 聽到比較多故事 玩了比較多遊戲 而且現在遊戲背景越做越精美 就是人物的設定越來越詳細 我也因為你認識一個新的 我也因為你認識一個三國人物 叫甘寧 董卓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 對 他長長跟你很像 好囉嗦 一樣是暴君 我以前都不認識他 後來玩遊戲 然後看到他長得跟你很像 然後每次看到這個角色 我就說我還用這個看 董卓的話 應該跟我比較像 他的行為的話 董卓 就是暴君 然後九池肉鱗 九池肉鱗 旁邊都是美女這樣 對 應該是他吧 但他肥肥的跟你比較像 所以我們兩個加起來就是董卓了 唉唷 哇 同一個靈魂轉身成兩個 那我還蠻虧的耶 你只 你只 還沒想到 為人 為人 為人正派跟青年 但是連到董卓只是因為 老闆長得 好轉喔 是不是 可憐可憐 好啦我先去健身了 大家認識 為了擺脫董卓形象 下次回來我就是張寧了 大家認識 你一回來長超醜 你一回來 還嚇到小孩 胡這邊超大 張寧就是 就是 出了名的 折飛鬼神 恐怖 就是應該說 應該說 我不知道長相怎麼樣 但是 就是小朋友哭 然後 他不是很療牙嗎 是嗎 沒有啦 不是因為我叫張寧 也有版本吧 貂蟬化成男生啊 就是 家長跟小朋友說 張寧要 張寧 張寧要來 好害怕 超大的 超大的蟑螂名字 哇 張寧就卡在那個上面 沒有關係 他剛才講官非 對我講官非啊 不然我也講錯一個嘛 那個洪宗 洪宗 洪宗 是誰啊 我想講黃宗啦 你很擁抱 想不到 想不到欸 犯官非這種錯 這不是一般的 官非太厲害了 官非太高等了 官非真的是精英階級 這個臭銅牌 那魯蛋有沒有 什麼比較熟的武將 三國 因為我以前常接觸 而且那時候玩三國武雙 然後身邊所有朋友都會去研究三國之類 也是啊 我想應該很多人可以研究三國 對啊 你知道有一個不知道 那個到底是日本還是香港 叫火鳳燎原 火鳳燎應該是香港吧 台灣吧 是嗎 那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哪 應該是台灣 真的假的 那個誰畫的啊 陳某 那個誰畫的啊 歐小憲啊 亂講 是台灣嗎 他是香港畫家 可是他是切給台灣的 創作者是香港的 他的作者只寫陳某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叫這個名字 應該就不是吧 應該就跟 蘆翔數學之類的 都一樣 對啊 對啊 因為他裡面 火鳳燎這個作品裡面 把所有三國演藝的東西 全部倒過來寫 倒過來什麼意思 他就把所有你 常態性的想法 就諸葛亮超笨 得 沒有 官非超小一隻 差不多 他就把像張飛啊 他不是大部分給的感覺很粗狂 大老鼠 對啊 他裡面也有畫一個張飛 然後是花臉 就是臉部都那種金句的樣子 可是他在某一場戰役之中 他就弄得很詩情畫意 就是他 美男子 就類似 然後某一個面罩這樣子 然後他再弄出來之後 最後還會寫 在野史的某個部分上面說 其實張飛他非常的就是 長得很體面 文人 知性也很高 就跟一般想像中不一樣 那應該蠻有趣的這部作品 對 他寫得很漂亮 很有名啊 因為畫風也很帥 然後裡面有很多名劇可以寄 我覺得是台灣蠻厲害的一個 因為後來很多遊戲都開始把 就是顛覆一些刻板的影響 其實就變得蠻酷 像像戰國 像那個戰國 戰國把沙拉 就也是類似這樣的感覺 就是他們就是把戰國時期的人物 然後把他的某一個刻板印象改變 然後變成一個更有特色的感覺 然後大家就對他們印象 再神格化一下 都會飛啊 對 再神格化一下 三國也是 對啊 外國掉下來這樣 你要笑什麼 你要笑什麼 沒有啦 進行看卡牌拆三國武將名字挑戰 這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應該不會太難 有實體 有特色的 有特色的 差點有人就故意講反 那就來看了吧 肝炎 看一下 哇 胃炎被司馬懿 這個一定 這一定是曹操啦 哪裡啊 太遠了吧 這裡有一個位置 曹操吧 這個 反正不是曹操就司馬懿啦 有這種形象 不是曹操就司馬懿啦 不然就是 沒有 這一定是曹操 不是點尾 這一定是曹操 我覺得這一定是曹操 因為點尾也是很粗狂 我覺得這一定是曹操 因為他的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 貂蟬 喂 不是太多了 小喬 我猜 我猜 我猜點尾 我猜曹操 我覺得他帽子跟髮型像曹操的 因為他不像武將的 可是他拿劍 他拿劍欸 不一定他拿劍也不然 對 有可能 拿劍不是曹操就點尾啦 就是我都不是 他是魯廣正 耶 阿公義我到 劍拿起來是吉他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不要大一石金蟲好不好 白痴阿 一個你要搞多久 我猜逼啦 我猜曹操啦 我猜曹操啦 我猜點尾啦 我猜點尾啦 答案是 是哪一個 大報紙 故意讓智將拿 拿那個 不過因為武將的話 他應該會帶一些什麼 頭盔什麼之類 智將就帶那種小貓貓 有可能 好來下一題 下一題 來看看下一題是什麼 誰啊 這沒問題了嗎 這一定是張春華 這一定是張春華 沈春華 一定要被告 為什麼 沈春華不行啊 你們知道這是誰派來的嗎 他是王毅派來的 連王毅是誰 我都不知道 王毅為什麼知道那個廣告啊 王毅是那個 那個誰的老婆 是老婆 王毅是一個女的 我以為他是男的欸 等一下 他的服裝 丁夫人啦 是嗎 丁夫人是誰的夫人 丁 丁乃貞 應該是丁麗 丁夫人吧 應該是廖天丁吧 連姓都不是 衛國的 是嗎 我猜張春華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他們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試試看試試看 看看什麼 沈春華 張春華 是Live Show 張春華是誰 張春華是誰 張春華應該就是那個吧 誰誰老婆 就春華 你就春華嗎 你這亂講 下一題 下一題 好啦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真的欸 我都不知道 我看好是誰啊 是有哪一國的 這個服裝 這個是蔡夫人嗎 蔡夫人是誰的夫人 蔡 就蔡先生的夫人 蔡夫人蔡文姬是什麼 那貂蠶到底是貂還是蠶呢 應該是福壽 福壽 我也覺得是福壽 我覺得那不是唸福 我猜小巧 福壽羅的朋友 福壽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他其中一福的啊 因為我覺得不像貂蠶 也不像小巧 蔡夫人我不知道是誰 她說我是蔡夫人 有一個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的老婆 蔡夫人吧 那我也猜福壽嗎 好來看 他說張春華是司馬一老婆 蔡春華 對啦 張春華是司馬一老婆 你在裡面有看到 好像有聽到這個 阿華直接叫我小明 不知道他在叫誰 蔡春 蔡春 你是阿易啊 你是誰派來的 我是阿易派來的 台詩喔 浪費多少時間啊 口風真不緊的小兵 太花了吧這個 這裡是呂布啊 這是呂布啊 頭在哪 我看一下 有蟑螂虛就是呂布 頭上有兩個紅色的角 那一定是呂布 有啦 他拿那個擠嘛 商天化擠啊 呂布 呂布就是 一定是最亂的啊 呂布就是 炊甲最大顆最上鋼彈 最狂的 然後 有兩根蟑螂 呂布的 幾乎現在所有遊戲的設計 裡面就很像 你把一個鋼彈有沒有 丟到海裡 然後上面長滿了一些 海中的羅啊 藤布啊 太噁了吧 那看了就這次了 就看他張飛這樣 哈哈 張狼虛方天化集 這個就是 果不其然 太扯了 阿布 好再來 下一個下一個 沒了是不是 有有有 換了換了 他好像小球喔 乾皇后 這是誰啊 乾皇后是誰的皇后 乾皇后就是那個啊 乾靈 乾貝 乾 那敬愛皇后 乾奶迪啊 哈哈 最全乾奶迪 那請問馬雞跟張雞呢 完全不知道 不能放馬雞跟張雞 因為野屎上面太多一堆 我知道真雞 我知道奶雞 我也知道奶雞 奶雞好 我猜乾皇后 我猜 我現在在猜就是 等一下 我知道有蝴蝶都填在那邊 他身體一定甜甜的 應該就是乾皇后 唉唷 搞不好是因為 他蝴蝶都在他身邊 搞不好他身體很臭 所以他是馬雞 不是 還是 他每天都熬一熬到 乾都壞了 頭髮也白了 乾皇后 唉唷 唉唷 我猜敬愛皇后 唉唷 不是 敬愛皇后是誰啊 敬愛你 敬愛你 我敬愛你 就一個敬啊 一個挨啊 太挨了 算了算了 下一個下一個 故意搞這種也太難了吧 是不是 這就諸葛亮啊 這不是諸葛亮 就諸葛亮啊 因為有他的那個 所以諸葛亮 所以諸葛都寫出來了 一定諸葛亮 諸葛亮 結果等一下說 那個 臥底的粥語 什麼 扣死諸葛亮的粥語 OK 諸葛亮 諸葛亮 是被越做越帥 可是在歷史上 他們真的有分顏色嗎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也是沒有 搞不好有 搞不好有 搞不好是棋子 有他們還是有分 可是好像不是這種 固定的顏色 因為大家都自視了 但他們還是有軍旗 但是他們那個年代 一定有比較貴 跟比較便宜的顏色 如果他們要執著用這個顏色 搞不好會很貴 之類的 我不知道啦 還是會分啦 可是應該不就是綠色藍色 紅色 就不會是這麼自視化的 什麼顏色 對 不是玉山家的顏色 不是 就我們參閱 回到以前這樣看 然後全部都是白布 然後跟毛筆字這樣 唉唷 唉唷 自顯得比較醜的 就是那個蜀國 什麼感覺好像 跟抗議的 沒有這蜀國怎麼會 打一個沙鹹罵族的竹 唉唷 寫錯字 下一個 竹國 下一個 來看一下 這沒問題 馬超啦 這是日本人吧 馬超 馬超 這不知道是誰 為什麼是馬超 我猜的啦 因為有一匹馬 我覺得不是趙雲 我覺得應該是趙雲 我覺得不像趙雲 因為他拿的槍很像拖把 那個有沒有 拖把不是紅色的嗎 是不是 他不是用什麼 紅陰梨花槍嗎 對不對 不是吧 是拖把顏色 好龍膽吧 你是不是想像錢 當然是沒有 是誰啊 超把 我不知道 因為可能性太多 馬超 超 超哥嘛 兩把的話 兩把跟馬尾就比較 娘 我買老順拖回來啦 這樣子 畫面一轉回來 我的動作跟一模一樣 我覺得 我記得 在這個遊戲設定裡面 綁馬尾的話 通常都是馬超 我覺得 是嗎 我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不知高 好那下一個 還有沒有 你說牙樹 吳國 孫上香啊 真的啊 怎麼都想啊 除非是周姬啊 這個不是孫上香 就是在拍外拍的小魔啊 我覺得應該是周姬 我猜是大喬 真的假的 那大喬也是 吳國的嘛 對 周姬我不知道是誰 我覺得應該是周姬耶 因為他沒拿武器啊 感覺就很廢 孫上香也沒有 又姓周姬 是不是 孫上香有拿弓啊 所以這應該不是 孫上拿弓也是刻白印象吧 周姬 是不是 到底是誰 我的推論對不對 就是一個姓周的 不知道是誰啊 所以叫周姬 對啊 就是周小姐 對 有道理 有道理 周太太 所以真姬就是Miss Jen OKOK Miss Jen 周宇的女孩 周宇的女孩是不是 周宇有生女孩 這個我不管他是誰 先請他 結果他來我房間 再說 吳夫人吧 喜歡 那種萌眼的那種愛 為什麼會萌眼啊 我不知道啊 萌眼幹嘛 因為他們正在玩一些遊戲 欸 這樣就對了 這個三國 你知道玩什麼嗎 萌眼插驢子尾巴在那裡 萌眼 萌眼吃碗 那幹嘛超辣的 玩個遊戲而已 我看一下 我猜無夫人 我猜無夫人 無夫人吧 應該是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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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嫁人了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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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HE 誰啊 還有嗎 應該沒了吧 還有 到底要幾個夫人啊 這個應該就是那個了吧 貂蟬嗎 曾若是誰啊 董姬 呂姬 是董卓跟呂布的小孩 對不對 真的 曾若是 曾若是 新的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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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貂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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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在旁邊那匹馬 是呂布 欸 我們把那個卡牌 畫面再拉到 看到呂布在旁邊洗澡 叫我看一下是呂姬 幫爸爸看的 幫爸爸 爸爸進去洗個澡 幫爸爸看的車 也不一定 因為貂蟬跟董卓也有關係 後面拉 欸 旁邊是董卓 再洗澡 再拉旁邊一點 董姬 再拉旁邊一點 宋冬也在上董小姐 完全沒關係 畫面超大 韓國時代這麼亂 全民生活圖啊 我才是誰啊 我才爭絡 貂蟬是吧 真的是吃兔馬啊 這以為自己的貂蟬 這麼醜啊 不知道是不是吃兔馬 但是那個髮質感覺不錯 而且為什麼貂蟬 要在大頂上放一個白花的菜 我也不知道 可是在路邊叫賣吧 吃東西吧 還有嗎 還有嗎 沒了吧 沒了 終於沒了 講這麼多我們到底要幹嘛 忘記了 我們要介紹一下帥土之兵 帥土之兵的遊戲 差點忘記要介紹遊戲 而且帥土之兵聽起來好像 奇襟的海之兵的感覺 真的耶 對不對 有種高雄奇襟海之兵的感覺 帥土之兵還是那種 海邊賣拉麵的日本那種 對啊 你是不是又餓了 帥是老闆長 你又又餓了啊 我確實一直餓著啊 沒有保過 沒有保過 沒有啦我們要來抽了 直接抽五價 不如說直接進入抽的重點 好帥啊 抽了抽了你先抽 抽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我最後抽 不要跟我講 我一定找得到 愛上野屁野馬 可我到家裡沒有 招牧拉又俠腳拉 是不是 四個屁啊 按哪一個 中間那個應該是甘寧吧 三國一 漢將一 武將 立賓抹將 三大五星的嗎 立賓抹將 第一個 三大五星的 卡牌表 中間那個一定是甘寧吧 這就是會抽到的角色 喔呦 唉呦 唉呦 鄧戴眼罩是誰啊 靈頭是死小孩 可以長這麼帥啊 可以啦可以 啊你說哪一個 下猴 下猴 尊兄 敦爺啊 敦爺啊 敦爺 敦爺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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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歡撕眼睛的 好來來先抽 先抽 招牧五次是吧 是 招 是不是沒人到 招 好啦 徐晃 徐晃 大便的時候 會一直叫的那個 咪呀 咪呀 還有這個樂盡 雜兵一號 超壞 陳群 紮兵一號 紮兵一號 陳群數學 雷同 他捨了他身上重劍了嘛 雷同英文 他的偶像是張飛嗎 哇這是什麼 馬位 馬位數學 馬抽 旁邊那個廢物 超國際的 對啊 超壞的算是廢物 我換我 看你多會抽 我這個會抽 我跟你講我會抽一定是名將 我看你 是不是 你抽名將嘛對不對 最左邊那個 好爽啊 好爽啊 是不是 哎呦福壽羅 福壽羅來了 哇賽 這是誰 陳道 誰啊 旁邊那個 右邊鼠怪第二個 是跨腹是不是 他叫南華老仙 老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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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老仙 張晏 厭 好 Multi 破搭 是誰 她頭痛 劉棭 報告 瓜哥 過去 又 Dec 整條貼 天獄 是新的 其他東西是怎麼樣啊 天獄 誰啊 不知道 不知道 是誰 這兩個人耶 誰跟誰 碰碼一送二 這個字我不會編啊 這是九孔跟那個吧 這個撿在一個刀 是嗎還是一個草在一個朋友的盆 撿糧 什麼意思啊 撿糧撿月吧 撿 撿糧 撿月啊 撿這個字 好特別的細快啊 快啊 我根本看不見 就是一個草在一個朋友的盆 然後再一個刀 草字頭 這是我們打雙鎧的鎧啊 鎧 雙鎧的鎧 這麼鎧 還有一個黃祖 誰啊 不認識 應該是黃祖鳴吧 換你換你 祖鳴哥 來來來 祖鳴哥 再招五次 哇太高了 阿寮哥 我是喜歡寮哥 寮哥好不好 寮哥的眼力 一抽就抽寮哥 寮哥的刀子感覺超短 是不是 河飛鬼神 寮哥 他掏刀子 跟掏紅包 拋小孩的一樣 真的 寮哥抱有種 Fradimia的感覺 注意 蔡文姬 五星耶 五星耶 五星文姬不知道可以幹嘛 很屌耶 五星文姬 五星文姬可以穿白色打腿襪 是不是 余靜 余靜 靜哥 三星靜 丁鳳 鳳 雜餅 五星文姬 還有剛剛跟傑琳一樣 天宇 天宇 還可以再抽嗎 還可以抽幾抽 我們應該還可以抽 我們可以抽別的嗎 我們可以抽光嗎 最好的就這個了吧 真的嗎 對啊 最好名將喔 立冰魔馬是 抽而已 不知道 看便宜的 應該是其他特殊的吧 就是可以抽到這些 對啊 那我們來抽看這個好了 好不好 立冰魔馬 那我抽囉 注意 哇誰啊 關心 and the junk bow 喔 就是關羽跟張飛的小孩 是嗎 對 他們兩個看起來這麼壞 他們就是學壞了 因為爸爸工作很忙 爸爸的工作都是砍來砍去的 菸哥 菸哥 菸哥也給我抽到了 什麼阿淵啊 阿淵 哎呦 這個 誰啊 卡特姓轉 達瑞斯 卡特姓轉 卡特姓轉達瑞斯 來來來 再抽 立冰魔馬 還抽 又是學壞 晃哥 沒有啦 其他 誰啊 鄧忠 忠啊 忠哥 那你又誰啊 樂靖 這個打冰1號 哇 達瑞斯 卡特達瑞斯 卡瑞斯 猴晨 太猴了吧 超猴 哇 將來跟猴一樣 我抽我抽 抽多久 抽誰啊 霍哥 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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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毅還霍哥 哇 降狂吧 還傻 阿媽與黃後出來 哇 這只是 阿媽與黃後 的致耳乳是比連人還大 阿其他又是那幾個雜兵 怎麼又是你 雷童 他一直在被你知道重傷當中 本爲益州目留張的部將 後歸劉備 雷同雖猛但自謀不足 是沒錯 和張飛守 他雖然很會打架 但是是個白痴 OK 和張飛守巴西時 因重張和之埋伏 哇他們還去巴西 他們有去巴西啊 挖去努巴尼啊 你去哈巴尼 這邊抽雪 他在雷同羅那肚子 來來來 最後一個 都努巴尼去了 最後一抽 來了 阿曼皇后 這誰 林筒 你又是個雜兵 雙筒 雙筒兩個一樣 雙凳中我還以為是門神 這種蠻寵 蠻寵 蠻寵就是 你會很寵你女兒嗎 蠻寵 蠻寵 好了 抽完了 好 完爽 還有好 剛剛的活動 可以嗎 好 剛剛的活動 我看一下活動 看一下你 玩家與指定仆文回覆帳號ID號碼 即有機會抽到遊戲虛寶 多寄信給宅字到問好 問好 問好 帳號問好 就是你好 這樣 抽到機率加58 活動到6月5號為止 帳號是宅字到24例 第9區 賞錢賞糧賞育服 活動網址在下面 好不好 QR code在下面 自己掃 好 好 OK 這就是帥口之兵的特殊活動 再來一個是U.C.新鮮丸 U.C.新鮮丸 U.C.新鮮丸 Voice Voice 最近很紅的 該不會就是那個 有一個 聽說裡面的製作群都 胖胖的那個公司吧 沒有 只有一個胖胖的 上班都不上班 開始拍一些奇怪的 好 最近這個 別說了很夯嘛是不是 是不是 日本總訪第一 超帥的258萬 沒有啦 這是一款音樂遊戲 音樂遊戲 有畫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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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新鮮一幕開始 請 來來 我也要玩 我從來沒有玩過 因為我是邊緣Sony 非常用心 快上了 好 大概多少 一天 明天 開玩笑的 好 門口一下去就 Android吧 Android Android殭屍又來了 真的 才知道大俠 那你遊玩就可以了 我們禮拜一有玩 有喔 有 我們剛剛沒有玩過 我也沒有玩過 Music Box 我們要怎麼選 你就上下好不好 滑那裡都可以 就選歌 就選歌 純白皮 可是太快了吧 什麼太快 我可以 那沒有解鎖什麼歌 那你就只能玩去 不是我是說 我要這樣子吧 我要很輕 很輕 很輕 你想一手一手看是不是 有沒有什麼 推薦的快歌可以玩一下 這首不錯啊 謝謝 你都這樣講 可是我甚至不知道那個 我玩了就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 Tutorial Tutorial 那我要怎麼玩 他剛剛不是有Tutorial嗎 不知道 沒有看到 沒有明天啦 我亂講的啦 你們在那邊 等一下明天沒有 然後等一下他們 去粉絲門嗎 不要亂講 我亂講的啦 不要亂講的 不要亂那個 然後那個Fox 對 是不是很基本的 他會分開那個 對 他會動 還有一個是白色點點那個 白色點點是有接到就好 我認真的啦 我亂講啦 不要那個喔 我認真的啦 我亂講啦 不要那個喔 他是鬼 就照他的方向去 往那個方向吧 真的是明天啊 我剛剛看到他們說 是明天 太會了吧 是嗎 是嗎 是不是自己員工也清楚啊 這代的歌是不是很多 算很大 大set 有一些 但是什麼都有 喜歡 剛剛那個藍藍的是幹嘛 哪裡有藍藍的 剛剛那個藍藍的東西滑到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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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真的這麼一天 TOMORAL就可以玩了 有一個二號 我忘了 我跟你說上班不要拍奇怪影片 不跟我似的拍奇怪影片才是負責這個遊戲 真的 真的 而且還拍到上班的GAME 好笑 這等級最高多少 我也想玩 現在好像有到16 難怪等級8這麼簡單 我還不來 還要玩個16的起司 要慢慢解鎖吧 解一打一打 對 他們沒有很多 啊不管啊 課金 直接用他們的買1000多就可以解鎖全部歌 快買了快買 沒有啦 隨著劇情打一打他也會鬆一些 基本歌 就是啾啾鑰匙 啾啾鑰匙 啾啾鑰匙就可以選歌 唉唷 我喜歡這種風格 所以那種歌現在看起來應該是SPA 所以我以為解開一個 對啊 看來就是這個 它免費歌曲是會一直換 就是可以免費玩那個 就是一直在玩 就是那些 就是就是 就是在換的時候 會有些都會換上了變成免費可以玩 就是Longer 對啊 對 可是你要解就 蠻鑰匙把它打開 就永遠可以 這看你們兩個可以玩Special 給我們看嗎 可以啊 耶 我現在就是玩Special 你是喔 我真的看起來好玩多樂 所以它背景會變 其實也會不會頂上 對 它每一首歌 它每一首歌背後的軌道 都會跟隨著節奏去變 對 它每一個 每一首歌的後面動畫 都是人工設計跟牌的 然後 它的軌道會一直晃來晃去 有時候軌道也會變大 像這樣就代表說 它只要在那一個軌道 很大一個人 只要有按到就可以 而且不一定要按在線上 所以只要按軌道就可以 對 只要按軌道就可以 你按上面也可以 所以有些打法會變成說 下面這邊再接 然後另外一首就按上面 雖然它在同一道 所以它有些也會Juke 它的那個軌道也會有點Juke 這樣 好聽喔 而且用iPad玩法好了 對 用手機又太小了 對 手機就會稍微小一點 因為它畢竟軌道很漂亮 對啊 但是在設計的時候 一定是也會顧及到手機的用具 所以它同一個時間不會超過兩點 因為手機就是拿這個 可能用大拇指 它那種叫拇指牌 拇指牌就是一定只能兩個 因為不是這樣子打 眼睛好花 好花 所以它這個設計一定不會超過兩個 那不錯 漂亮喔 你可以玩一首給我們看 好啊 可是我也沒有很厲害耶 我也沒有玩很久 靠你啊 好 換一個新 好 一個新歌 什麼歌 我還會用你們要什麼 選你喜歡的 買了 買了 你們要選 可以買嗎 我們好像有兩個 可以買嗎 可以 對啊 你選你 你覺得不錯的 所以你覺得很難 都滿難 很多很難的耶 像這首如果出現在CV超新不會買的歌 我覺得這首很好 這首還滿high的 這首還滿high的 完全不到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可要改良一下 選歌到 漂亮 這種歌一定就是high 結束 什麼 可以選嗎 結結嗎 是 可以 可以 對 寶傑 是 寶傑 那邊可以調數數喔 寶傑哥 這個有防滑墊比較 不然有些問題很久 會滑掉 我剛剛就是差點把他甩出去 而且我去找才發現防滑墊超多的 一開始就會掉 這不就是那種 看別人玩都覺得很 很華麗很有趣的遊戲 你這個好猛喔 好滑 好滑喔 一開始 掉了 掉了 對 它重點是軌道很漂亮 超美的 對啊 而且它 困難跟簡單跟普通都 不一樣 對 都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如果真的喜歡這條歌的話 應該每個男生都玩玩看 這個裝的雪紐外掛就好 爬了一下 哦 修可 對啊 那白點已經可以用了 白點用接住我就可以了 暗度就可以了 對 可以給我一杯下嗎 為什麼 不然現在我小一杯 你知道嗎 音樂很嗨 我也小一杯 我也小一杯 謝謝 不過要有防滑電 像我剛剛玩它就是 嘶嘶嘶嘶 我超怕就是嘶 然後就 我玩Demo都會這樣 好猛喔 然後它其實 遊戲還有一些故事 然後 所以你玩的話 你就可以去 解鎖新的故事 而且它遊戲背景 其實就是參考台灣的宜蘭 哦 有有 他們台灣宜蘭之美 所以你去看日記的話 因為它是有故事的 欸 補肉欸 對啊 所以你會 你會看到會有一些 就是很像台灣的 阿新快餐欸 所以基本上也是像 就是 因為會有別國人玩到嘛 所以也算是有點 合身欸 也算是有點在宣傳 台灣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喜悟 台灣之美 是不會有什麼 就是 對 然後它畢竟 它是一個 就是樂器行的故事這樣 哦 對對對 海風樂器欸 對 製作人的車 不是製作人的車 是企劃的車在旁邊 哈哈哈哈 哇 真的欸 對啊 對啊 真的欸 對啊 然後你要一直玩啦 繼續玩下去就 就 所以現在只開到這邊是不是 後面就沒了 就是你繼續玩 後面要慢慢解吧 繼續玩 慢慢解就會開 哦 就會有些東西可以開 25張欸 對 大概就這樣子 好猛的 你們繼續聊 我自己玩 好 你自己玩 我們也要聊了吧 也要聊了吧 我們這把結束了啦 對啊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那 結束了嗎 到幾分 到半 差不多啊 差不多 那我們要休息5分鐘了 是 待會兒我們來就要玩遊戲了 沒錯 那我們休息5分鐘等一下回來